阿基米德说 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 他当然是在吹牛 至此也没有实现撬动地球的承诺 然而国内汽车企业比亚迪不但经常吹牛 更为可探可配的是 他吹过的牛竟然都一步步实现了 1999年 当时正从事电视行业的比亚迪吹牛 我要干掉日本的三洋电池 四年后三洋被他们收购了 2003年 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充电电池生产商的比亚迪又吹牛 我要进军轿车行业 隔行如隔山 真是不知深浅啊 然后王传福露起袖子就上了 而且还成功了 2004年北京车展 比亚迪推出了新能源汽车的构思 吹牛说 未来新能源是主导 同行们笑的口识都流到了肚皮上 你这是蹭热度吹大牛啊 有个模型了不起啊 十年后同样是北京车展 大家一溜的展品 都拿了新能源当卖点 时隔一年 比亚迪又报了个大量说 要做出一款7万以下的车 大家都在笑 天荒夜谈嘛 看你怎么压缩成本 结果7万元的比亚迪F3真的做出来了 2007年比亚迪继续爆料 我要造沃迪发动机 业界哗然 大牛在天上飞 你在地上吹 我过多少厂家都没有做成 你区区一家能有多大能耐 结果1.6T 2.0T的沃迪ZUP直喷发动机 隆重登场 还有副葬品双离合变速箱 此后若干年 比亚迪一直在吹牛 要造遥控汽车 速锐出场了 进退流畅自如 比亚迪吹牛 跑进6秒 擒出场了 奔跑迅速霹雳 比亚迪接着吹牛 把特斯拉按在地上摩擦 比亚迪汉 一用力跑了个2.9秒 超过特斯拉的3.1秒 至今为止 比亚迪还是在滔滔不绝的吹牛 我的车一个轮子爆胎 可以用三个轮子跑到修理场 我想了想还是信了吧 吹牛不可怕 怕的是吹出来的牛 一个个的都都实现了 这个牛估计也不例外吧